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资讯 我是陈佩云,公司的营养师 也是今天的主讲人 今天主要和大家分享公司的最新产品 NutriVision亮眼睛 那眼睛呢,是我们的灵魂之窗 如果我们少了眼睛呢 我们就看不到这个世界的美好 那每天呢,我们的眼睛呢 都在接受着外在的伤害 比如说一些紫外线 手机或电脑蓝光 甚至呢,是一些身体的疾病呢 也会影响着我们的眼睛的健康 那除此之外呢 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 我们身体里面眼睛的组织呢 也会逐渐的退化 所以有其他的毛病呢 都会慢慢的找上你 比方说老花眼,白内障 甚至是一些老年性黄斑部病变 那NutriVision亮眼睛里面呢 就包含了五种眼睛最需要的营养素 是我们眼睛呢,最棒的一个礼物 那其中呢,NutriVision亮眼睛里面呢 就包含了最重要的叶黄素 以及玉米黄素 那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呢 其实呢,都是内胡萝卜素的一种 主要呢,就是在室网膜黄斑部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色素 那主要呢,就是帮助我们过滤蓝光 预防黄斑部病变 那公司也在NutriVision亮眼睛里面呢 添加了三上子 那三上子里面呢 就含有了15种不同的花青素 而花青素呢 也是室网膜内四指红子 再生非常重要的一个原料 如果我们眼睛里面的四指红子缺乏的话呢 我们就会影响到我们在晚上的视力 就会导致夜盲症 而在补充花青素的情况下呢 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夜视的一些问题 那最后NutriVision亮眼睛里面呢 也包含了维生素C和维生素E 那维生素C和维生素E呢 其实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抗氧化剂 那抗氧化剂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预防致有机的伤害 同时呢可以帮助我们自己包的一些修复 那亮眼睛NutriVision呢 其实呢是适合所有的人群 那其中呢我们也会强烈的建议 一些低头族 上班族 学生族 甚至是一些饮法族 每天饮用呢 来维持自己眼睛的健康 那成人的服用方式呢 其实呢我们会建议每天两包 而小朋友的话呢 每天一包即可 只需要把一包的NutriVision亮眼睛呢 加入150ml的开水中 搅拌均匀过后呢 就可以服用了 那由于NutriVision亮眼睛里面的 玉米黄素和叶黄素呢 是油脂性的 所以呢我们会建议呢 大家在餐后服用 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的观赏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